美国的新冠疫情达到了一个令人悲伤的里程碑 因为美国累积死于新冠肺炎的人数已经突破100万人 美国总统拜登在周四发表声明 纪念因为新冠疫情死亡的100万名美国人 拜登总统表示 我们必须对这场疫情实时保持警惕 并尽我们的所能来挽救生命 另外美国政府将主办一场 线上全球新冠肺炎高峰会议 在这次的会议中 拜登总统预计将呼吁 国会通过更多对抗新冠疫情的相关预算 来增强对抗新冠病毒的应变能力 东西新闻团队在洛杉矶的综合报导